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维新电视 先佛在我家 陈基山维新圣教是台湾本土的新兴宗教 将中华文化一经风水智慧 结合人生修行 变成我们的信仰的中心 那么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 拥有多元的宗教 佛 道 儒 耶 回等等领域 其实蕴含了很丰富的人文故事在背后 在我们节目当中 藉由每一位来宾的分享 我们一起来跟大家了解这些人文 还有他们个人的宗教信仰经验 今天的来宾是《易经大学》圆演讲师 一起来欢迎他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易经大学》的讲师 《华号》圆演讲师 老师您好 今天很高兴邀请您到节目当中来 今天很高兴能再参加我们节目的录影 那我想首先请教您一下 您个人的宗教信仰的概况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因为我个人从小的时候是在一般传统家庭长大 家里当然也有祖先牌位有佛堂 当然我们是一般我们中国传统的 有这个祖先的牌位就是神厅 那小时候呢 因为我那个小时候跑到台北念书的时候 所念的学校是一个基督教 扮的学校 就教会学校 那一般通常在教会学校 那平常就是因为有宗教活动 比如说有那个外国的牧师到学校啦 那我们一定那个 是 一定要听那个牧师来跟我们红华之类的 是 所以从小耳濡目染 那个时候年纪还小 对于一般我们中国的 过去的什么传统的宗教我们也不懂 但小时候就接触到这个基督教这一方面的 那一种 熏陶啦 对 自然的就融入了 对 对 对 很自然 因为他基督教讲的 跟我们讲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 当我长大之后呢 当我学校毕业了以后 那进入社会 其实我对我们宗教一般 我们家庭的一些拜拜之类的 我完全是没有概念 唯一的想到是 反正宗教这个东西是 劝善嘛 是 那没想到呢 而我们中国老祖先传下了很多的 的那个圣话呢 都能留到今天 非常的殊胜 都经过长久几千年来的印证 才能留到现在 是的 那当初我 其实我也不相信 因为那个时候受到 基督教的熏陶 对不对 那这一方面的 我就没有概念 对 比如打个比方呢 在我进入社会 我自己开公司的时候 要开张 那我完全没有概念 反正是 我找个礼拜天 那个时候基督教给我的 是不是说 我们礼拜天就是好 就是要做礼拜 所以我们找个礼拜天 那我们就开始 就开始开幕了 就开始开张了 就开始出去做生意了 是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这一方面 我完全是没有概念 所以当初我的信仰 是这种情况 后来呢 有一个机缘 为什么呢 当我有一次在学习 我们那个太极拳的时候 都买了 买了那个 有一个太极拳学 上下两册 是 有一个宋大师他写的 上下两册 因为我看不懂 里面他讲的八卦 八方什么的 因为我看不懂 碰到边了 对 后来就是看不懂的情况之下 也正好这个缘分可能到了 正好我一个朋友 他的太太呢 就在维新圣教 在益京大学 他在上学 当初我看到他报了一本 一经基础学 好大一本 黑黑的 我以为 哇 你这个学问 金装版 真的很不容易 你这个 我请他告诉我这些问题 他说你自己来学了 反正有法师要开课 你自己来看看 我说那也好啦 那我来学学看 就自从这样进到维新圣教 从初级班开始 到今天也已经有将近二十年 十七八年了 其实刚刚进来学习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字半解 当初我对这个本来就没概念 那因为有一回 我进到中门 大概学习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的时候 正好我有一群朋友 要找我到国外投资 那到国外投资 但是那个时候听老师上课说 你要投资能成功不成功 我们可以请老主 请历代益经风水主师 给你指点看 适合吗 老师要怎么指点 就是沾挂 结果我就请示我们的老师 他就给我沾了一挂 他告诉我 你那个时候我是要到 那个一群朋友 他在那个什么柬埔寨那边 那边比较落后 那美国的订单都在那边 都下在那边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要到那边投资 后来我就请老师帮我扑挂 当初我当时还不会扑挂 他挂相扑出来的时候 告诉我说 不能投资 你去的话可能会了解 到时候可能你拿不回来 我说 我跟老师讲 我打听了一下所有的订单在那边 商机都在那边 那老师他跟我讲一句 我也觉得说 这个 这个有时候让我 然后你自己考虑 但老主告诉我们 这个挂相是不能投资 后来老师告诉我说 这样子好不好 你可以试试看 看我们的挂相准不准 你可以印证 要不然你就投资少一点 去试试看也可以 好方法 他说你可以印证我们这个挂到底 我们说任何的挂相都要去印证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到底是神不欺人的现象是什么样子 当初老师是跟我这么讲说 叫我投资比较少一点 你去试试看 结果我回到我太太参相 我太太说 老师既然这样说 那么你就买了 这样就不要了啦 那我也跟那些朋友讲说 好像这个投资产将来成功几率不好 可能会亏了一大堆钱 但是我那些朋友就是他们讲说 所有商机在那边 尤其有很熟的那个 做成衣厂在那边 他们现成的生意本来都有啦 那他们就舍不得 那我说那我就不去了 因为我可能有其他事情 我也不参加了 那为什么呢 后来他们真的去参加 去投资了 然后在柬埔寨那边建厂 建厂之后 已经把机器都安装好了 当你机器安装好之后 还没开始去做生意 结果就产生 原来当地那边的台商 找我们过去投资的那个台商 就产生一些意见的不和 那后来呢 我那群朋友后来就 因为意见不和 大家闹得很僵 后来这个工厂也没有真正 在投资的期间 没有真正去做生意 然后就闲置在那里 大概差不多两年多 两三年 因为大家意见不和 那好不容易 在第三年 好像他又找到一个投资客来投资 那我那些朋友才 才把资金撤回来 但撤回来已经剩下多少 100万大概剩下35万 因为我才印证说 我们那个挂真的是这么准 虽然没有完全说肉包子打狗 整个没有拿回来 但是也是损失很惨重 而且完全花了很多精神去建厂 结果完全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还亏了那些刚投资的钱下去 所以真的印证 神真的不欺人 那在这个部分呢 除了很重要的投资以外 我们在譬如说 其他的生活面还有哪一些的运用 您自己亲身运用过的 其实我自己亲身遇到很多了 因为我也在社区开班 我有学员 当然也有亲戚 当初我刚讲了 我是从小的时候 十几岁年初中的时候 就已经是接触到基督教的一种概念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传统老祖宗留下来这些圣话 有时候真的也没有接触到也不相信 当然我有的亲戚 我们有一个师傅传了很多的妙话 比如说有一个祈福香案这个妙话 我有一个亲戚 我有一个亲戚 他年纪也不小了 年纪大概是七十岁 在去年的时候 发生很严重的车祸 非常严重 左边的肋骨断了十根 右边的肋骨断了三根 然后还手骨也断了 我们这个手骨也断了 还有手腕 左手的手腕也有断 那非常的严重 在那个家户病房 我看那个样子很严重 那我就想到师傅传的一个 祈福香案这个妙话 那我回来之后 我就请他的儿子 媳妇 就帮他摆了大概三坛的那个祈福香案 一坛大概是多久 所谓的一坛 一坛大概是我们摆了七天 七天之后 我们可以连续继续再摆第二坛 那就看情况 如果他已经比较好转 但最好是能够多摆几坛 他等到他完全抗育 那是最好了 因为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摆了大概是他两坛 结果看到他恢复的状况 非常的良好 本来想说 这么严重的伤 又年纪这么大 生命关卡 那个真的生命是 我说那是减肥 脚回来 因为这么严重 年纪又这么大 他怎么可能恢复到这样 连医生他都不相信 医生说 你这年纪这么多肥 这么严重 白骨挡那么多肥 内上也有点受伤 后来他就开刀装了 大概是十几支的 那个要用钢钢钉 那个钢钉 那个钢钉 钢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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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考试 也是非常好 你遇到生病 遇到你要 比如有很多同修 他就遇到什么 他子女要考教师 现在其实教师考试的话 很不容易 所以他就摆了祈福枪 很顺利的就考上了 那这个祈福相岸 我们适用于中门 那也适用于中门外的 一般社会大众吗 一般大众都可以 甚至那个谁 我们一个同修 他跟乔泰校长的太太 他的夫人很熟 结果乔泰校长的儿子 他考上台大一个博士班研究所 他是背取 后来他就想到说 摆祈福相岸 本来是没有什么机会 后来他也摆了祈福相岸 结果很顺利就补上了 所以这个很殊胜 而且我说刚刚讲 同修他的儿子女儿 他在考教师鉴定的时候 很顺利就考上 我们一般的观众 你如果想了解这个 最好的方法 是能够来念初级班 来直接的学习易经风水 然后如果你目前还没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到仙佛寺 或者是各道场 请一本庙华普传 师傅在里面传了非常非常多的庙华 对我们生活上都非常非常大帮助 很实用 碰到问题 你就可以在那边找到方法来解决 一般我们大众的话 你碰到问题 你到宫庙去问神 什么拔杯 那也要看你本身的福分 对 那如果你直接来学习 或者说你直接来 请这个庙华普传 然后最好是进来学习初级班 然后你慢慢接触 你本身有修为 你自然就可以了解到里面的庙华的庙用 而且你可以真正的去碰到自己有问题 或是亲戚朋友有问题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帮他 一方面帮他 一方面可以印证 这个庙华真的很殊胜 是 是 在课堂的学习当中 首先我想应该是会了解自己 对不对 比如说从我们的出生年月日 就可以去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命卦 其实它也很像这个西洋的这个星座 星座 对 那这个中国东方的这个命卦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中文老鼠开始有命卦 你这个命卦既简单又很准确 那它对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 作用等等 比如说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 非常大的帮助 为什么呢 比如说今年是庚子年 庚子年是很敏感的 过去120年前就庚子赔款这个事情 那今年庚子又有那个什么 那个武汉汇言这个问题 这个疫情在全世界传播出来 天灾人祸比较明显 对 天灾人祸 然后比如说今年庚子年 那我们知道命卦里面 如果你的官轨谣是五火 五跟子 命卦今年子是属水 那五是属火 水火相冲 如果你把它冲动你的官轨的时候 你就会在今年会很多事情不平安 那你懂得这个命卦之后 你又知道五行相冲相克的情况的话 那你就可以防止到很多的不平安的事情 或者是灾难 所以这个很殊胜的 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什么都不懂 然后自己的生日要怎么样从这里开始 找到自己的命卦 其实当然这个很简单 首先你完全不懂的状况之下 最好是进到中门来 你学习 你了解 我们怎么把这个庄卦 那你就知道 与月为内卦 日为外卦 你出生的时为动摇 那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磁士 那尤其我们这个当老师的话 你在要教导学生 过去孔子英才施教 是的 那我们当老师的话 如果你来了解 你进到中门来学习 易经风水的话 你光这命卦这一方面 你对学生他的年夜日 你应该都会知道 那你就把它命卦排起来之后 你就了解这个学生 学生应该引导他向什么地方去 你会事半功倍 你会很顺畅 而且不会好像误导他 他的兴趣就不在这边 那你硬要他学习这个 他也痛苦 你也难过 所以当老师这一方面 我是觉得是非常的需要 那尤其工厂的老板 你要请员工 如果你对你的员工是属于什么命卦 你如果学习易经风水的话 你知道命卦的时候 那你再请员工 你该适合摆在哪个位置 他这个员工适合在当外销业务员 这个员工适合在里面当技术员 在命卦里面都寥寥分明 那你就可以摆在适当的位置 员工也如意得水 对不对 那如果他适合在外面跑的话 他那个交友广阔 他人员很好的时候 那你那个业务就推广得很顺利 真的是事半功倍 对 那其实呢 我们现在录影的这段期间 也还是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是比较趋缓了 但是我们还是大家保持在一个谨慎 但不紧张的一个状态 来做好这个防疫的工作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其实是有一句名言经句 就是台湾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那所以我们把它替换一下好不好 譬如说 易经can help 易经is helping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是要来讲说 其实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 有一个教师辅导演习 这个部分请老师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 做一个说明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教师辅导演习 其实师父非常的慈悲 因为看到我们现在年轻一辈的学生 因为年轻一辈的学生 比如说你当老师的话 如果你进到我们的演习营 所以师父对这一块 他非常的慎重 非常认真在推行 希望每一个老师有机会 他进到中门来学习 是不是那个他的住家洋载呢 他的虎边虎边昂头高起来了 那个也是会很叛逆的 所以这一方面你了解之后 你会因事利导 你会辅导学生走向正道 每一个家庭里面 现在很流行 尤其是公寓住宅 现在一般都很普遍 那很多学童的书桌 有一个很重要的案例 我去看了之后 就是他那个书桌就靠在厕所墙 因为我们一般在房间里面 现在都是套房式的 所以有厕所 然后书桌靠在厕所的墙上 他也不好 坐不住了 还有一点就是说 要不然有些是摆在门冲的地方 你座位 门冲过来 不管你走冲 右冲都一样 结果那个学生坐在里 坐立不安 坐立不安 自己不晓得 对 他自己也不晓得 他书读不来 他没办法安心 所以像这种很简单的这些例子 如果我们当老师 能够借着家庭访问的时候 去了解他的居住环境 比如他的房间床位 他的书桌摆设 或者甚至在他的洋宅 他的住宅 他的情况有些什么 不如法的地方 我们趁这个机会 也可以跟家长辅导 那我相信这个老师 将来会受到非常多的家长的欢迎 是的 我想大家应该是会 更要有信心 因为王禅老祖师尊是至圣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而且他除了是至圣以外 能够帮助我们 就是在这些妙法智慧的传播上 能够非常的有利 所以大家心中有王禅老祖 就是先佛在我家 先佛在你的心中 今天我们节目非常感谢 老师您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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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非常感谢 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那希望大家呢 能够加入我们的这个 微星电视的 YouTube官方频道 以及Line FB的好友 借着这些平台的传播 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智慧妙法 在生活当中来运用 先佛在我家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